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佩寧教數學 那我們今天呢 要先來 這個 帶大家複習一下 上次的這些作業 爺爺對小明說 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才四歲 你在我這個年紀的時候 我已經九十一歲了 那爺爺今年幾歲 這個是考我們上一次說的這個 如果歲數的問題 你要去想到它的差是固定的 那這一題有一個特殊的解法 因為蠻愛考的 所以我就放進作業裡面 還有一個特殊的方式比較好想 就是我們畫一條樹線 這個是小明 這個是爺爺 這個就是他的差 這個差是固定的 可以嗎 那當小明到爺爺這個年紀的時候 這個差也還是固定的 所以當小明到如果這個差 我取交這個 就叫差好了 那當小明到爺爺這個年紀的時候 爺爺到了九十一歲 這裡還是這個差 是固定的 當爺爺只是在小明這個年紀的時候 這個差也還是固定的 他說這個時候小明 4歲 那所以從這個圖形上 你就可以發現怎麼樣 其實四到九十一就是 三個差 所以九十一減四是這個 八十七 那八十七除以三 八十一七除以三是29 所以其實怎麼樣 兩個人差二十九歲 那 這樣子到底爺爺今年幾歲 加二十九又加二十九 加了五十八 所以爺爺今年六十二歲 小明今年是 三十三歲 對嗎 那我們今天來教一些這個 從數學運算裡面來產生的關係 所以大家在上次寫的這一些 底下再繼續寫一個 可以不用控沒有關係 都可以 和是什麼 這有夠簡單 和就是加 對不對 差呢就是減 積或倍數就是乘 那連續整數的話呢 如果在題目裡面看到連續整數的話 連續整數就代表差一 差一也就是你可以把它 設成 比如說有一個是x的話 另一個就x加1 也許還有另外一個是x加2 就是他們每一個每一個都差一嘛 x加3x加4 4然後4加1 4加2 4加3 4加4就是連續整數 如果是連續基數呢 比如說 13579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怎麼樣 其實 差2 所以偶數也是 也是差2 所以你如果有看到連續偶數 某一個是x 通常都是最小的 最小的是x 下一個就x加2x加4x加6x加8 如果是相反數呢 這個我們以前學過 相反數怎麼樣 這樣 何等於0 0 加起來等於0 如果是倒數的話呢 乘起來 g等於1 可以嗎 那麼有這個 4個問題 5個問題 大家來想一想 第一個題 有一個數 如果我把小數點往前移一位 比往後移一位 還要小 12177 求這個數字多少 第二題 一個6位數 把最左邊的那個數字移到最右邊 那這樣子這個星 得出來的數字會是原本那個數字的3倍 求原本那個數字是多少 第三題 這個 乙的錢是甲的3倍 如果甲的錢給乙30之後 乙的錢就會變成甲的7倍 那乙原本有多少 第四題 乙比甲多20元 如果乙把他的錢1 3分之1給了甲之後 乙的錢就變成甲的1 3分之1 那 甲原本有多少 甲原本甲比乙多20元 第五題 全班平均80 扣掉5個考滿分的學生 其他人平均剛好不及格 那這樣子全班有幾個人 剛好幾個 那這樣請問全班有幾個人 來 算一下這裡 你可以這個挑你會的寫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式子列出來就好 不一定要解出來 那在同學們計算的時候 我們來先聊一下 這個今天要教大家 繪畫 我們教兩位畫家 一個是這位 達文西 那達文西的這個畫作 那他在當代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 在他的那個時候 他提出了一個模糊技法 我們可以大致上用一個觀念看待所有的藝術 就是藝術他都是在 試著 試著去得到 以前人沒有 用這個方式來傳達這個感受 以前人沒有 用這個方式來傳達這個感受 那 你如果找到了 這個就是藝術 比如說你看我們以前介紹鬼片 那 以前人沒有 用過 什麼呢 那個 CG考克 那個 恐怖大師 CG考克 你去注意他的這個 電影 他裡面電影 他就開創了一個做法 就是那個 他的配音 用那個 用配音去增加那個 緊湊感 那他的畫面可能就是 隨著那個配音 一直切換 一直切換 讓你覺得 很緊張 以前沒有人成功用 這樣子的方式去讓 觀眾 讓看的人得到一種緊張的感受 他做到 那這個就是一種藝術 在繪畫室裡面 畫得好不見得畫得像 也不見得要畫最美的 因為呢 你會受限於你的技法 你有沒有辦法成功表達你要表達的東西 這個古代人 在這個埃及壁畫裡面 你會看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埃及 埃及人繪畫的技巧不太好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畫這個 你看我這個手 他沒有辦法畫這個手的 手 他沒有辦法畫這樣子 這個手的這一面 正面看這個手 如果這個是腳掌 這個是腳的話 他沒有辦法畫腳的正面 那 所以他們畫畫的時候呢 他們只要畫腳 就會畫這樣 全部都是側面的 就算人站的是正面的 他也要畫側面的 這個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他不會畫腳的正面 所以 當你的技法受限住的時候 你想要展現多美 那個就 很有限 那 這個 所以技法的改革 是整個繪畫室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在這個 達文西以前呢 比如說這個 這一幅 這個是 維納斯的誕生 那他就已經被認為是 哇很成功的描述一個美的樣子 但是達文西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方式 他在 這個達文西的作品裡面 比如說這幅蒙娜逆莎呢 他提供了一個所謂模糊畫法 你仔細看這一幅圖跟前面這一幅圖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 前面這一幅那個維納斯的誕生裡面的人 他都是有線條的 我是說這個 我不是說長得很美 有線條 而是你去看他的人形的邊邊都是有 看得出輪廓的 對不對 好這個人 尖拔 對不對 眼睛 脖子 他的線條都很明顯 但是呢 蒙娜逆莎的微笑你仔細看 你可以告訴我他的 肩膀 哪裡才是他的肩膀 哪一條線是他肩膀的線 你會注意他的眼睛也是 運開來的 他的眼睛的邊緣是運開來的 也就是說 達文西他發現 要美的話就不要留下那個線 有一點像中國有這個 水墨畫 有一個所謂墨古畫法 就是我們以前的人畫 畫這個花 墨古 以前的人畫東西都會先畫質感 畫這個線 然後比如說畫一顆樹 先畫線 畫出這個樹葉大概的外框 然後再去著色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了 這樣就不好看了 他們就直接用這個水墨去把這個 顏色運開來就好了 讓你不要明確的能夠看出我的邊界在哪裡 類似的概念呢 其實在這個 達文西這邊就用得很好 他就把他這個模糊技法 就是你會看不到這個圖像的邊界 所以你會覺得 額外的美 朦朧美 所以我們說蒙娜麗莎有一種朦朧美 鬼 鬼祕密的笑容 他整個人就 很不真實 不真實 但是很美 這樣 這個是這個 達文西 他提供的這個 模糊畫法 然後第二個我們介紹的畫家是 墨內 這個圖是這個 墨內的 盧王教堂 這個畫家很有意思 他等於算是 從寫實派 要走到 我們 我剛剛講到 當技法改革 你可以畫得很像之後呢 這個畫家就開始不追求 我一定要畫那麼像 或者是他們會 重新的定義 什麼叫做美 什麼叫做像 那墨內這個人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想法 他認為 我眼睛看到的那個東西才是真的 什麼意思呢 這個 盧王教堂呢 其實他畫了不只一幅 根據同一個教堂 他畫了很多幅 這個作品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三幅 都是同一個教堂 同一個角度 他在不同的時候去畫 那 這個教堂呢 他在這個清晨的時候 這個是 這個是平常 他平常去看起來 畫起來是這樣 但他清晨的時候呢 他覺得這個教堂給他看起來 藍藍的 然後正午的時候呢 他覺得這個教堂其實是白的 黃昏的時候呢 他覺得這個教堂其實是黃的 也就是說 我們那個一般的畫 一般人 一般人沒有想那麼多 你就會覺得說人 我今天畫一個人 他的皮膚就是皮膚色 車子是藍的 就是藍的 太陽是紅的 就是紅的 可是 墨內他不這麼覺得 他覺得我看到的是什麼顏色 就是什麼顏色 我要畫出我看到的那個顏色 才是他真正的顏色 所以明明畫的是同一個教堂 他在不同的時候去畫 他會畫出不一樣的顏色 那這個也是他在這個 藝術史上帶來的一種 思想上的革命 就是要 自己看到的這個 這個樣子 才是你應該要畫下來的 才是他真正的 顏色 介紹這兩個畫家給大家 那來看一下我們剛才講的這五題 有一個數字呢 這個小數點向前移一位 所以我們來把這個 剛才列的這個表下面多寫一些 小數點往前移的話會怎麼樣 比如說100 小數點往前移位會怎麼樣 變成10 所以小數點往前移就除以10 往後移又乘以10 所以有一個數 這個數 不知道是多少 小數點往前移位 那他就是變成 0.1個x 小數點往後移位 就是 10個x 他說 這個會比這個小這麼多 也就是這個比他多 所以10x-0.1x 是12177 那這個我們不解啦 這就再提 有一個六位數 那 他最左邊那位數字移到右邊 假如這個六位數叫做 ABCDEF A10 B1 C1000 E10 F F 那他最左邊那個數字移到最右邊變成 這個 B C D E F A 對不對 這一題 這樣想 這種題目只有一個 因為只有一個題目他有特色 才找得到 其他的找不到 對 這種題目固定就這一個 那這樣子這一題呢這個 因為移動的是第一個嘛 所以我們把第一個跟另外兩個拆開 把另外兩個叫做大B 那麼原本的這個式子原本這個數字我可以寫成 A10萬 所以是10萬A 加上這個大B 對不對 對不對 後面的這個數字呢 變成這個大B整個 被往前移位了 所以他是10B 可以理解吧 後面這個被往整個往前移位嘛 假如我這裡是0 那他是就是原本這個數字乘以10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上A 所以 這個 會 會是他的 新數會是元素的三倍 新數會是元素的三倍 那要求解這個元素 那我們最後只會解出來這個 一個 倍數關係 這題我要解 因為這題 就只有這麼一題 所以我就順便說明一下 新數是10B加A是元素的三倍 也就是30萬 A加一個B 加三個B 所以移項過去 所以七個B 我所謂移項就是等號兩邊同減3B 七個B呢會等於 等號兩邊同減一個A 等於29999 99 5個9 A 那我說這個題目只有一個 因為 這個東西要剛好被這個7可以整除 所以這種數字不多 那我們讓他除過來 所以B是 這個 42857 42857 4 282 445 8 546 345 345 749 對A B是42857 個A 42857 倍的A 那 這一題其實只能解到這裡 因為 你沒有第二條是指 我們上一次有提到 就是 你有幾個位置數就會有幾條關係 它只有一條關係 所以只能解到這裡 但是這題有固定的答案 因為他的A跟B都要是整數 A要是整數 B要是一串 數字 A要是整數 所以A如果是1的話 那B就是42857 所以原本的數字就是 142857 如果A是2的話呢 那B會變成 4 是 B會變成 8 5 7 4 85714 B會變成 85714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這個數字就變成 285714 所以這題答案有兩個 一個 A是1 然後原本的數字是 142857 一個原本 A是2 然後原本的數字是 285714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 就是這幾個數字一直在跑 其實這個142857 是任何數字去除以7 所會產生的小數 附帶一題 但是這是這一題 你知道怎麼去 算就好了 答案不用記下 來看第 3題 假的錢是以的3倍 那假給以30之後 假就是以的 以就是假的7倍 那以原有多少 以的錢是假的3倍 所以 來 這個 呃 就寫我們剛才寫這個 把這個射成B嘛 這個是A嘛 所以它原本是10萬A 加B會 變成 這個 10B 加A 這個寫在這裡 然後如果加給以一個數字 比如說加給以3呢 那假就減3 然後以會加3 這很簡單 所以這一題的話呢 假的錢 給以30之後 以是假的7倍 這條怎麼寫 所以 假 減30之後 這個 那以呢 以 並不是說以是他的7倍喔 是以加30之後 是他的7倍 4嘛 4有為比 4就是一個等號 以加30 之後 以 是假的7倍 然後還有一個式子是 以的錢原本是假的3倍 所以這個代入 就可以解出來了 所以這個問題不在於他是一元一次還是二元一次的 他也可以把這裡用另外一個方式像下面這一題 就 只有一個位置數 來 應該說這兩題啦 都可以換成只有一個位置數 那我們這題不解 來看這題 加比以多20嘛 是有為比 加 比這裡就是等號 加比以多20 以的錢拿3分之1給假之後 那這一題跟上面那題不太一樣 上面這一題給30是真的30元 這個的3分之1是 以的3分之1 所以是 以 減掉 以的3分之1 之後 那以是假的3分之1 以是 這個是 是 假 的 3分之1 可是要注意喔 因為你已經給了假了 就像剛才這裡 假給以30 假已經被扣30 你就 也會要加30 那以已經給了假 所以假就收到了 所以他其實這裡要是 加3 加上3分之1個以 就是這條式子 可以嗎 那我們也不算出來 這個你們可以自己把它 算出來 把假用以加20 帶進來嘛 所以以減1 以是1 3分之1的括號 以加20 加1 3分之1 減1 看第五題 全班 斷考平均80 扣掉5個 滿分的學生 其他人剛好幾個 那這樣子全班 總共幾個人 那這一題呢 這個 要教這個平均的概念 那在這裡 這個很重要 來把它寫下來 平均的話 就是 平均就改寫成 總和 總和是 平均乘上人數 因為 平均 應該說平均是 總和除人數 但是有分數的情況 不好想 所以我們都把它改寫成 總和是 平均乘人數 這樣比較好想 不一定人數啦 總和是平均乘數量 所以全班平均 考80 如果全班人數 我不知道嗎 他問 我就 我不知道他才會問 全班人數 80 全班人數我不知道 如果是N 那平均是80 所以其實全班總分 是80N 扣掉5個 滿分的同學 其實這5個 滿分的同學就是 500 對不對 所以 80N 減500 結果 其他人的平均 剛好幾個 那扣完這個500之後 其他人的總分是多少呢 平均剛好幾個是60 所以其實其他人的總分是這個 60乘上人數 那這個時候人數已經扣了5個 所以是 80N 減500 等於 60乘上 N減500 然後減500 這是這一題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次的 課程啊 然後 作業 多練習一下這個方程式 好我們今天上到這裡 我們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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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